聽媽媽說,你拿了個什麼冠軍,得了一片海啊 還能叫越海盃,我知道 所以爺爺給你弄個望遠鏡,沒事就望星牌 這部電影我認為是承載著非常多的想像力或者童真的那一部分 屬於外太空的莫扎特的獨有的世界 要完成這個電影必須要有很大的重新 因為它要展現很多奇幻的場景 是一個真實感的想像,而不是一個完全加空的想像 比如書,也許在現實生活當中不能夠平成橋 石子也不可能飛成一個旋轉的樓梯 真的水塔呢,其實它的高度有限 那麼我們完全複製了水塔的質感,搭建了這個水塔的頂部 再透過自己形成一個完整的水塔 為了滿足觀眾最好的頂級的感受 我們這次不僅又用了IMAX65 包括整個的音樂的設計 像夢一樣的視聽的最佳的感受 喇叭聲 嗖,歌哨聲,吸,灑水聲,Ry 莫扎特最後用它的能力讓一艘樂高船飛在空中 可以飛在北京的上空 導演是要求這個樂高船是要實拍的 因為它是從一個水池裡起來的 滴水的那種質感 其實是CG我認為很難達到那麼那麼那麼的生動 底下的機器幫我抓兩顆鞋 抓那個腳,剛一開始動的那一顆鞋 我們就還是1比1地建造了一艘特別大的樂高船 我一直認為北京的秋天是非常美的 我一直認為北京的秋天是非常美的 青黃色的樹葉 切成十倍的紅綠黃橙金色彩層次特別的豐富 是金黃色的東西 這部電影我相信會給人眾一個全新的視覺體驗 華盛頓的外星人 讓他一天放一場這樣電影 前所未見的視覺場景動畫形象 包括音樂和這些場景的結合 我相信大家走進影院裡面一定會覺得不需此次 Nee